有一家来自台湾的首摇杯龙头品牌 不但是以波霸傻影风靡了北美的消费者 最近还很热心公益 帮助了洛杉矶的小学募款校务基金 透过了东森新闻 现在就带您来此地走访 这个充满爱心的品牌故事 坐落于洛杉矶西边威尼斯海滩的Broadway小学 是一所公立的沉浸式语言学校 学生们每天有半天的时间 以英语学习一般的课程 而另外半天还可以选择上西班牙文或中文课 目的在培养孩童双语能力 开拓国际化的视野 洛杉矶说西班牙文的人很多 他们觉得在洛杉矶 住在洛杉矶学西班牙文是很有用的 或者是因为现在中国的 这个在经济上的发展 很多这个不是中国人血统的人 也觉得我让孩子学中文以后 在工作上也许可以多一点选择有发展 所以可以还是不可以 为了让学生有最完善的学习环境 Broadway小学除了举办各种教学活动 还聘请了最棒的双语教师 但是在努力办学的背后 还是需要有充足的资金 所以Broadway小学的家长会出钱出力 以每年定期举办的春季网路拍卖会 来筹募校务基金 来自台湾的茶饮品牌乌书兰 得知博安卫小学在财务上的困境后 马上决定共享胜举 请自家的公关Joshua亲自拜访学校 并捐出乌士兰的礼物卡 相应学校举办的春季网路拍卖会活动 那我们是给他们12张印象 是12天的Spring Auction 那我们觉得就是 如果他们可以用这个 拿到更多资金 那我们也是非常非常乐意 每个资金开始在6$ 然后资金人们可以资到每个资金 到最后资金 但是每个资金人 想要帮助学校 可以资到更多资金 那资金人们可以资到学校 每个资金的资金的资金 都可以由你的资金 Broadway小学的校方和家长 在收到乌士兰的帮助后 除了表达对乌士兰的感谢之外 也希望今年的春季网路拍卖会 能够像去年一样 筹募到5万美金 除了捐赠乌士兰的礼物卡之外 Joshua更带来了乌士兰的饮料 并亲自介绍给在座的校长 和家长会代表 首先就是这杯不含咖啡因的阿华田 另外还有乌士兰的招牌 波霸鲜奶 以及现炸的香橙多多 这三种饮品都非常适合小朋友饮用 Joshua更立马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My favorite of the three we tried today is the orange and on the way here I also tried the grapefruit yogurt which I loved and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I love it so much is that there is so much fresh grapefruit pulp in the container that I not only feel like I'm having something healthy but it was really delicious I actually really enjoyed just the milk itself because it's so creamy it's very cool and it just it was very refreshing so I really enjoyed it and I appreciate that it's organic because that's what I buy for my family I got to try one that was like a yogurt orange type of drink and I know my kids would really like that one and also they have an Ovaltine option which also has vitamins so I know that is also a good option for my kids because it's healthy 就是这份对产品品质的最高要求 不仅让无需兰掳获父母的心 而学校也对无需兰 能将丰富的台湾美食文化 透过学校介绍给美国民众 感到相当高兴 意卖会上呢 里面卖的东西 如果有无需兰这一类的东西 也是发展中国人的文化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 很传统的一个饮料 大家中国人都很喜欢 所以能够到这里来 让我们学校的家长 就是比如说有的跟这种饮料 不太熟悉的 有一些机会能够接触 然后能够尝过这种饮料 我觉得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学习 Joshua更兴奋地告诉大家 胡雪兰在世纪城的 西野购物中心分店 这里的环境不但优美舒适 适合全家 更让西洛杉矶的民众 究竟就能尝到 台湾最有名的波霸饮料 相当方便 我们这种台湾的这种饮料 事实上应该也给更多不同的 文化接触到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如果 你想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 觉得这种建议 因为它多元化 它就像是一个LA代表 LA它这个层次也是非常多元 或是很多不同的文化的地方 强调要给消费者 最棒的消费体验 来自台湾的Wushland 不仅要继续将最好喝的茶饮料 分享给北美的民众 展望未来 更要积极融入美国社会 并发挥助人不落人后的精神 帮助更多的团体 成为一个关怀社会的企业 东云新闻彭迪英红文 在洛杉矶采访报导